欢迎收看本期华尔街网报 今天是2023年5月30日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消息以及评论分析 首先看到来自路透社的目击报道 据路透社的目击者报道 特斯拉公司TSLAO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使用的私人飞机已抵达北京 据消息人士称 马斯克预计将会见中国高级官员并参观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 这将是他三年来首次访问中国 特斯拉尚未立即回应有关马斯克是否已抵达中国的请求评论 目前尚不清楚马斯克将在中国政府会见谁以及他们将讨论哪些问题 截至周二下午 中国官方媒体尚未报道马斯克的访问 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政府欢迎马斯克和其他商业领袖寻求促进互利合作 路透社在3月份报道称 马斯克计划前往中国 并寻求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 此次访问正值特斯拉面临来自中国制造电动汽车的日益激烈竞争 并且对上海工厂复杂的扩张计划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马斯克上次访问该工厂是在2020年初 中国是特斯拉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市场 上海工厂是该电动汽车制造商最大的生产基地 特斯拉观察人士关注的关键领域包括 其在上海工厂每年增加45万辆汽车产能计划的进展 特斯拉曾在4月份表示 将在附近建立一家工厂生产Megapack能量储存产品 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 中国监管机构是否会批准 特斯拉在其他市场销售的全自动驾驶软件中的先进驾驶辅助功能 该软件售价为每辆车1.5万美元 据飞行信息聚合网站ADSB Exchange的数据显示 马斯克的私人飞机 一架2015年的格尔夫斯特里姆G-650ER 在亚洲时间周二早上离开阿拉斯加后 经过日本和韩国飞往中国 据路透社目击者报道 这架飞机的尾部标识号码 可以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看到 再来关注到疫情相关的消息 中国政府高级科学家告诉BBC新闻 不应排除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 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G的负责人 高福教授在疫情应对和溯源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政府驳斥了任何关于该疾病 可能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说法 但是高福教授的说法则更加谨慎 在接受BBC Radio 4播客 《寻找新冠疫情起源》的采访中 高福教授表示 你总是可以怀疑任何事情 这就是科学 不要排除任何可能性 作为世界领先的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 高福教授现任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副主席 他去年从CDC退休 中国政府可能对实验室泄露理论 比其官方声明所示更为重视 高福教授告诉BBC 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正式调查 BBC请他澄清这是否意味着政府的另一个部门 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了正式搜索 该研究所是中国顶级国家实验室之一 已经花了数年时间研究冠状病毒 他回答说 是的 该实验室在该领域的专家进行了复查 这是首次承认进行了某种官方调查 但高福教授表示他没有看到结果 但他听说该实验室的检查结果是符合规定的 他说 我认为他们的结论是 他们遵循了所有的规程 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 新冠病毒几乎可以确定是源自蝙蝠 但它是如何从蝙蝠传播到人类的问题更具争议 一开始有两种主要可能性 一种是病毒自然从蝙蝠传播到人类 可能通过其他动物传播 许多科学家表示 证据的重量表明这是最可能的情况 但其他科学家表示 没有足够的证据排除主要的另一种可能性 疾病毒感染了从事旨在更好的了解 自然环境中病毒威胁的研究的人员 这两种可能性如今成为地缘政治对质的核心 成为各种阴谋论的漩涡 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政治化和有毒的科学争议之一 BBC播客采访各方主要科学家 以及对武汉街头和美国高安全实验室内部的实地报道 揭示这个困难但至关重要的问题 新加坡科学家王教授在2020年1月 也就是新冠疫情爆发之际 正在武汉病毒研究所with参观访问 他是该所的名誉教授 他告诉BBC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位同事 曾担心可能发生实验室泄露 但他得以排除这种可能性 王教授是新加坡杜克大学医学院新兴传染病教授 经常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同行 拥有同样专长的石正丽教授合作 王教授说 石正丽告诉他 他因为担心他的实验室里 可能有一个他不知道的样本 其中含有一种病毒 污染了某些物品并被释放出来 而失眠了一两天 但他说 他检查了自己的样本 发现它们不含导致新冠疫情的病毒 或与之接近的任何其他病毒 他还表示 石正丽或他团队中的任何人都没有隐瞒 他们发现实验室泄露证据的事实的可能性 因为他们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包括外出用餐和计划卡拉OK 现已解密的美国情报显示 2019年秋季 几名研究人员患有与新冠病毒 和常见积极性疾病一致的症状 但王教授告诉我们 他建议石正丽教授 在2020年1月对他的团队进行血液样本检测 以查看他们是否有新冠病毒抗体 他说 他听从了他的建议 所有测试结果都是阴性 王教授是一群科学家中的一员 他们认为 证据及其表明病毒 是在武汉市场传给人类的 尽管中国在透明度方面缺乏明显表现 但这些科学家表示 现在已有足够的信息 如早期病例的数据和该市场的环境采样 可以排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 实际上 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确定性说法 最明显的是 一篇于2020年3月发表的论文 这篇论文已成为互联网时代最受关注 最具争议的科学论文之一 SARS-CoV-2的晶圆起源一文由该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撰写 他们得出结论 我们不认为任何基于实验室的场景是可信的 这有助于加强这种观点 在大部分媒体报道中迅速盛行 即实验室泄露是一个阴谋论 但带论文的一位作者告诉 BBC播客 他对先前结论的强度产生了怀疑 伊恩·利普金教授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流行病学教授 他长期以来一直在追踪世界各地的疾病 包括在中国 他与中国建立了密切联系 利普金教授现在表示 在论文中排除任何基于实验室的场景是过于绝对的说法 虽然他继续相信市场仍然是新冠病毒起源的最有可能的解释 并且不认为该病毒是故意制造的 但他认为尚不能排除所有实验室或研究场景 他自愿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指出武汉市场附近还有另一个实验室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实验室 距离海鲜市场只有几百米 根据中国新闻报道 该实验室涉及从野生蝙蝠采集数千个血液和粪便样本的工作 有时未带适当的防护装备 存在明显的感染风险 利普金教授说 在他们进入洞穴采集蝙蝠时 那些在那里工作的人可能会被感染 他补充说 当他共同撰写2020年3月的论文时 他并不知道该实验室及其工作 利普金教授表示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海鲜市场是病毒的起源 包括最近关注市场上的中华浣雄的证据 这并没有解决起源问题 他说 该病毒可能起源于市场之外 并在市场上扩散 表面上看 高福教授关于不排除实验室泄漏的言论 似乎与中国公开表态严重不符 甚至可以说有风险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提供的一份声明中写道 所谓的实验室泄漏是反华势力制造的谎言 这是出于政治动机 没有科学依据 高福教授告诉BBC 我们真的不知道病毒来自哪里 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再来 为您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其他要闻 拜登在乌克兰的五个错误 半岛电视台观点 报告表明 美国和俄罗斯都没有像在乌克兰发动战争那样 有目的地和顽固的进行外交 双方都在深挖良机 引发对核毁灭的恐惧 同时希望这会阻止他们的对手 并将冲突定性为非赢即死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 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僵局和长期停火的可能性 类似于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停火 随着西方领导人 试图重新武装乌克兰 以应对普京吞并克里尼亚 人们对冲突升级的担忧有所增加 不幸的是 普京和他之前的一长串领导人一样 误解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力量 以及西方支持乌克兰的意愿 在世界各国首都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在18个月的制裁之后 俄罗斯的政策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克里姆林宫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承受油价下跌 虽然从长远来看 他吞并的地区将拖累经济 但公用事业价格一直在上涨 暴雨威胁中国小麦供应 彭博社 暴雨导致中国的麦田 在收获季节出现烙子和发霉 主要省份河南受灾尤其严重 农作物的状况仍然不确定 但传统观点认为 随着质量下降 如果发芽 更多的农作物被迫用作动物饲料 损失可能会很大 河南正在调动邻近省份 以及学校操场和村庄广场等 替代地点的所有收获资源和烘干机 以挽救农作物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 产量或质量的任何不足 都可能迫使中国增加进口 中国江苏省放宽建筑工人年龄限制 日经亚洲 中国江苏省正在提高建筑工人的年龄上限 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 男性的国家退休年龄为60岁 女性可早至50岁 该省将允许建筑公司10%的员工 超过退休年龄最多5年 女性最多10年 中国正面临与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下降相关的问题 台湾的赖清德想与习近平共进晚餐 让他冷静下来 彭博社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列为他最想与职共进晚餐的国家元首 作为执政的民进党明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 他是在他以前的大学参加一个快速提问环节时 发表上述评论的 北京近年来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压力 他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赖在1月的选举中与国民党竞争 该选举将决定谁接替因任期限制而下台的总统蔡英文 高盛的中国交易撮合者停止接触美国投资者 金融时报 由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高盛亚太区私募股权业务负责人 Stephanie Hui将不再寻求在美国的投资 Hui说他现在关注东南亚 中国 日本和韩国 因为这些地区吸引了更多的兴趣 他的评论表明 在国际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公共养老基金等北美投资者不太愿意投资 然而 许得言论更多地反映了市场情绪 而不是银行战略的变化 他继续从美国机构筹集资金 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 中国 神舟16号任务发射 机上有一名平民 德国之声 中国已向天空空间站派出 包括一名平民在内的三名宇航员 这是自2021年以来 中国空间站第五次载人飞行任务 天空空间站是中国太空梦的关键 本来是在美国禁止后 开发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与中国接触 这次发射也是中国首次 将民用卫星送入轨道 中国烟草专卖入腐败调查 日经亚洲 自2021年以来 中国国家烟草专卖企业 中国烟草总公司正面临一场反腐败扫荡 该公司和监管机构 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约20名高级管理人员和官员被捕 中国烟草总公司供应世界上最大的卷烟市场 并供应一个在地球上每三个吸烟者中 小投资者对中国的复苏感到不满 路透社 中国的小投资者正在远离股票 因为他们将储蓄投入到被认为更安全的资产中 由于房地产的不确定性 今年有望将数十亿元人民币投资于股市 但经济担忧促使投资者转向其他地方 此举对中国大流行后 步履蹒跚的复苏构成了打击 因为小投资者占中国市场营业额的60% 这个时候安全更重要 我不想失去我的本金 中国程序员LVU说 据报道他将大部分月收入投入了财富和存款产品 由于悲观情绪盛行 中国股市指数从2023年的峰值下跌20% 彭博社 在经济复苏乏力和与美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衡量中国股市的关键指标 恒升中国企业指数有望进入熊市 它在6月15日下跌了0.7% 这是连续第五天下跌 跌幅从1月27日的峰值跌至约20% 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以及新冠疫情后 经济复苏乏力导致上涨缺乏催化剂 加剧了投资者的担忧 一些中国多头削减的投资组合配置 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